國台銘在設連署點開始連署了 但是台南沒有連署點 也沒找李俊去設一個 國台銘坦言是艱困地區 所以不太容易 因為不然 他搶的是藍票 所以不容易 我們每個地方都會努力去設點 都在進行中 我們很快就會宣布在台南連署點 我覺得一定會有 也不可能說沒有 對不對 當時他去台南 也不少人跟他站在一起 這是第三波連署站跟點正式上線 郭台銘說他跟賴佩霞 絕對會全力以赴 而且各地連署站不斷傳來捷報 大家踴躍的程度超乎想像 一張張連署書 象徵主流民意對改革的祭求 我跟賴佩霞絕對會全力以赴 這邊也說在青年夜市 然後說很多人去 不少人說是排隊者擠爆 然後排滿了人潮 大量支持者去 但因為這個連署時間還很長 就是要看最後連署多少票出來 當時為什麼賴佩霞被郭台銘選做副總統 說是楊兆去聯絡的 楊兆 賴佩霞自己說 他有一天楊兆傳信給他的先生說 我要找賴佩霞喝咖啡 結果一坐下來楊兆就說 你猜 我要找你幹什麼 他說我怎麼知道你要找我幹什麼 後來這個 就原來是要請他當副總統候選人 楊兆在中間 發揮滿重要的力量 然後大家都覺得 郭台銘跟記者處不好 以前沒事就要告記者 然後很不滿意 然後又說數落記者 賴佩霞說 郭台銘好愛記者 非常愛 私下非常關心 愛才會溝通 說這個記者如果問他 他就會一直講 一直講 問他什麼他都說 所以賴佩霞旁邊說 他真的很愛記者 我覺得賴佩霞是在幫郭台銘 緩夾一下跟新聞界的關係 不要太緊張了 另外賴佩霞 他不是磁眼是一個 劇叫蘑菇嗎 就有人講說 你看一個劇叫排演多久 你說遲就遲了 不顧你這些劇組人員 等等花那麼多錢 排演那麼多時間 他不認為是犧牲劇組 我是為2300萬人民 對不對 哪有犧牲劇組 劇組沒有 柳佩霞說 郭台銘 你不要自為是大老闆選總統 就為了騙女性選票 找女性搭檔 不要為了騙取女性的選票 就找一個女性來做搭檔 柳佩霞這話也講得很重 好 弗洛摩莎 做了一個民調 看看到底怎樣 賴清德 柳佩霞是39.8% 侯友宜21.7% 柳佩霞是20.2% 是兩個滿膠著的 不過侯友宜多一點點 多了1.5% 那如果郭台銘加進來 郭台銘曾經有超過10% 但現在掉到7.3% 照理講最近宣布連署等等 會應該有個花蘭效應 看起來沒有 那現在38.2% 那的確影響了 侯友宜跟柯文哲 侯友宜變成18.8% 柯文哲變成16.3% 兩個差2.5%了 那到底怎麼回事我們看一下 連署起跑 郭台銘晚間盯場 親自到站點 瞧瞧現場狀況 民眾也搶拍照 郭董展現親和力 只是第二天公佈第二波連署據點 但六都中卻獨缺台南市的官方站點 每個地方我們都會努力去設站點 那麼台南目前是屬於比較艱困的地區 我們應該都已經在進行 任的是艱困雪區會努力 郭台銘晚間到新北的樂華夜市 掃街拜票 副手賴佩霞也沒閒著 上廣播鬆口 副手內幕 就在這個咖啡廳裡面 就碰到我的小學同學楊兆 他就開始想 他腦子就在想說 嗯 好好說話 我們可以來好好跟郭董 來研究研究這個議題 一坐下來 他就說 你 你猜 我要找你幹嘛 我說我哪猜得到 原來前線的人 真是國小同學楊兆 換了新工作 閃電磁眼舞台劇蘑菇 讓演出被迫取消 賴佩霞再談 不認識 犧牲劇組 其實當下有一個考量就是 當我做了這樣的選擇 我在位的是2300萬 的人民 而過去對媒體 不太友善的郭台銘 賴佩霞 幫喊冤 身為副手賴佩霞盡量不失分 也要替郭董砸倒分 老沈今天經過他的連署站在哪裡 在忠孝東路跟大安路那邊 好大的一個店面 兩個 兩三個以上的店面 多不多 因為時間還早 我路過的時候是10點半 那10點還沒起床 就沒有什麼人 我不敢講 因為也許太早 但是你不要那麼急 你是郭粉嗎 奇怪 我跟你講 郭董其實我不屑去談他 因為他現在支持度是7% 6 7 8 在這個樣子 再過幾個禮拜 就會變成3 4 5 不行 你看看 我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說郭董你底下的人 智囊 智庫 幕僚 怎麼沒有一個人跟你講實話 說不能再搞下去 再搞下去 你真的會山窮水盡 非常難看 是因為敢講這些話的人 都已經離開了 而現在還留在他身邊的人 都不敢講的 因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 常常有一些昏君 昏君最後一年 都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底下的忠誠 有的就是說寧可殺到 寧可舌頭被割掉 也不得不講 祖公你這樣不行 我頭寧可被你砍 我也不得不講 這個年頭這樣的人沒有 大概都離開了 所以底下的人不敢講這個話 我覺得你們是 憲老闆於不義 你要想說 將來我要向我們白銀 白銀的發言人報告 藍白一定合 為什麼藍白一定合 因為藍白不合 兩個人都會被人罵成臭頭 變成歷史的罪人 所以藍白一定合 那郭台銘呢 他最後如果得的票是4% 如果那4% 因為那4% 所以藍白輸了 那他是歷史罪人 如果他拿了4% 藍白還是贏 那他是歷史殘渣 你知道這個歷史連寫都不用寫了 所以你不是殘渣就是罪人 你何苦來摘對不對 太奇怪了 伯老闆 你舉這個例子 有一點稍微 不是完全適合 對 你一定要煩我 要不然不好看 為什麼 古時候舌頭割了 砍頭也要去跟皇帝去見言 因為那個皇帝做錯決定是 整個國家會受害 所以為了昌生 我必須要跟你 就寧死不屈 郭台銘現在都很奇葩 他選不選 沒有什麼差別 旁邊人幹嘛為了這個事情 對不對 可能工作也沒有了 然後因為聽說 旁邊人的待遇都還不錯 所以那些人就不會去冒著頭 說你幫我殺了 不會 我真的聽不懂他的邏輯 怎麼聽不懂 當然懂 我真的聽不懂你的邏輯 我告訴你 就是郭台銘現在無足輕重 無足輕重 旁邊人也知道 那為什麼我們要談他 那我們為什麼要談他 做了服務謀殺為什麼 他還是存在 他還是在 對 他還是在 他真的因為 你古時候的皇帝要建言 那是真的一人興邦 一人上邦 沒有關係 什麼關係 而且不是沒有人去講 講的人可能都離開了 我知道很多人講 一波一波 一波一波都離開了 我前面還放那個學生公家 我兩個月以前已經離開了 我怎麼不在那邊 我兩個月就離開了 以前是什麼 我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內部也有做過一些民調 最近做的 因為最近可能受到 這個進口的這混蛋 壞蛋的影響 賴清德現在的民調不到30% 29點多 猴呢 猴大概是22點多 磕大概20 鍋很低 鍋真的很低 跟這個數字差不多 但是有一個我下面要講 它非常的重要 單獨只有一個 一對一 猴跟柯 柯營 不 賴跟柯 柯營 猴跟賴 那個猴營 都會營 你相信嗎 當然相信 但是這個條件就是一對一 不是 他就是一對一 但是一對一 一對一 就勝核完了 這個裡面 我就順著 老師你剛才講的 藍白河有沒有這個必要 曾經上個禮拜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 藍白河是1加1幾乎等於2 或者趨近於2 換句話說 只有完全互補的 所以藍跟白河做 就可以把綠打掉 但是藍跟白河 大家要想清楚 我在順著你講 郭在任何地方做的民調 大概就是 現在是7 8 9 過兩天那個就是 4 5 6 4 5 6了就是這樣